今年2020年是台湾年 台湾应该抓紧时间 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把台湾推向世界 美国卫生部长结束访问台湾 共军宣称在台湾海峡南北端军事演习 美国军机出动寻衣台海南侧 还加码从美国本土火速派驻到冲绳的空军基地 台湾军方中科院最近已在东部海域试射飞弹 面对共军的恫吓 台湾胆期不同 原因之一 美国不再战略模糊 以及中共四方制造敌人 全球形成了反共包围网 曾经常驻中国大陆采访的 石板民夫认为 2020年是台湾年 从1月份大选 接着成功对抗疫情 受到国际瞩目 美国卫生部长 欧洲杰克议长接连访问台湾 李登辉此事的外交效应又格外受到瞩目 原因是 学者吴嘉隆表示 美国正在以理念相近价值为基础重建全球分工 大力支持台湾作为价值示范 给各国 也给中国大陆华人看 这个抗共联盟 别人是要站到美国这边这个问题 台湾的话是美国要站到台湾这边 这不一样的 美国是拿台湾做一个示范 吴嘉隆认为 美国已经从反共抗共走向灭共 与中共脱钩之后将进入新冷战 台湾也要思考 在共产党垮台后的中国大陆转型过程 继续扮演积极角色 新唐两台电视 黄亮剑 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